第四呢就是地质构造啊 地质构造这个倒能看一遍了解一下啊 这个咱们估计不太会考 最多能考到单斜构造 因为我们遇到的很多是单斜构造 这是原始水平 就是水平构造是原始的 就是一开始我们都是水冲过来的 是吧 都是平的 但是后来受到地窍的影响之后 然后我们就发生了一些倾斜啊 就后边咱们讲褶皱啊 就这样就倾斜了 那么这个一倾斜以后 它就有所谓的 这么不同的褶皱的异步 或者断层的上盘下盘啊 待会这些名词我们下边都会有啊 或者是不均匀沉降形成啊 或者是由于这个地窍的运动的挤压 或者是由于上下的啊 局部不均匀的上升下降 造成的叫单斜构造 我们遇到后边总是说到这个单斜构造 所以说这个地方考试的可能性不太大 但是大家知道有个水平构造 有个单斜构造 那么我们下面考的这个点倒是容易考 就是褶皱 褶皱是什么 受高造力的强烈这个作用 使它形成了一个波状弯曲 而未丧失其连续性 啊 至于丧失连续性 那就有其他比如说断盘 对吧 就是断层了 那么没有丧失连续性 那么我们叫做所谓的这个 它是烟层的塑形变形 叫做褶皱 啊 绝大都是褶皱 是在水平挤压力 把这个词记一下啊 是挤压力形成的啊 那么是在水平的挤压力 说白了这个褶皱是什么呀 比如说你家小孩玩的那个橡皮泥 家里有小孩的都都经常会有这个东西 对吧 他把它一层一层的 然后你在这给他打一个板 在桌面这打块板 然后你在在这那块板往这推 对吧 你把这个橡皮泥啊 不同颜色的分层 然后你往这一推 是不是就 哎 这就容易出褶 对吧 哎 最后你这个橡皮泥实际上就是这样 这就是褶皱 实际上就是水平挤压力形成 少数是垂直力和力偶形成啊 那么褶皱在层状 把这个层状记录 层状中常见 块状中很难见 啊 后边我们说那哪些是层状啊 大家像前面我们也说过 对吧 哪些是层状啊 啊 沉积岩 对吧 沉积岩层状的居多 对吧 所以说那么我们往往有层状结构 这是沉积岩的特点 所以说那么褶皱 实际上 咱们说了地球上百分之七十多都是 实际上是沉积岩表面上啊 那么我们褶皱也就非常多 所以说褶皱也经常会考 那么褶皱呢 我们又给它名字分为背邪褶皱和向邪褶皱 实际上这是一个数学的名词啊 或者叫做屋里的一个名词 背邪向邪啊 可能很多人在上大学时候还能知道这个词 实际上呢 我们现在很多人也都记不得了啊 记不得了 你这样去记 向上拱的 这叫背邪 对吧 向下凹的 这叫什么 向邪啊 其实呢 就是这个 向上拱的 这叫背邪 向下凹的 这叫向邪 对吧 那你要是还记不住 那你就记得那个 比如说像咱们那个 呃 电视剧 有一个叫什么 呃 什么细说前龙 那个里边 那个什么溜锅锅 还记得吧 那个锅锅后背 啊 锅锅后背 拱 对吧 后背向上拱的 叫锅锅 那我们这个 后背向上的 我们叫做背邪 啊 凹下去的 向邪 啊 那么这个褶皱 实际上我们 大点褶皱是这样 大点褶皱是这样啊 小点褶皱是这样 当然更小的褶皱 哎 毫米 论毫米级 是吧 哎 都有 所以说呢 那么我们在这个褶皱上 一个叫背邪 一个叫向邪 然后我们先要 建立起来这个概念 啊 一般都是咱们说水平推的挤压力啊 形成啊 叫水平挤压力啊 一定要把这个词记住 然后呢 背邪向邪 一个往上拱 一个往下 哦 那么我们 如果是背邪 以褶皱的轴为中心 向两边倾斜 如果是向邪 那么他和背邪正好相反 他这都向褶皱的轴部倾斜 实际上就是这个图 这不是轴部吗 等于是这是轴部 对吧 啊 那么他是这样的 那这个向邪这样 那么关键问题是这儿是有一个考点 就是地面受到波波式而露出的不同年代的这个阉层的时候 老的阉层出现在褶皱的肘部 而从两边是一次是新的 这是背邪 而向邪呢 是露出来的是叫新的 那么中间的两边的叫老的 实际上从这张图上来看 我们大家看这一道线 啊 假如是这道线 我们把它弄推土机 哎 给它推掉 对吧 啊 切开 这时候实际上这儿都是老的乘积 老的比如说是乘积岩的话 这是很很久以前乘积的 而越靠这边就是越新的 对吧 越到边两边越新 那么反之如果是凹下去的向邪 那么我们这儿是新的 对吧 你从这切到这儿是新的 而这边是旧的 实际上呢 你看完这个图 这个点当然就会了 啊 只是说我们不看着图 有时候光背 它光发就容易容易背后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 呃 算是一个考点 还没有没怎么考过的一个点啊 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的另外一个呢 褶皱呢 就实际上我们经常说褶皱的这个 两亿 亿部 对吧 它就是什么 说我们所谓的邪的构造 也就咱们刚才说的水平和单邪 对吧 那么我们单邪构造 哎 这就是单邪构造 后边我们要选指 要用到这个 所谓的这些名词都可能会用到 好 那么我们在13年考了一个褶皱的定义 啊 这个褶皱的定义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啊 说褶皱受构造力学影响 形成一系列波状弯曲 且未丧失连续性的构造 哎 这个好像跟那个 呃 定义差不多 对吧 第二 褶皱形成一系列波状弯曲 而丧失连续性构造 那他就断开了呗 那你不连续吗 就叫断开 对吧 所以说那这个就不是他的正确选项 然后呢 又受水平挤压力形成的 这段是对的 对吧 这个构造力还说不清 完这个是对的 形成的波状弯曲 而丧失连续性构造 还是丧失连续性构造 然后受垂直力作用 它也可以受垂直力作用 对吧 然后而丧失连续性 实际上大家看 就这一这一道题啊 这第一 我们只有一个未丧失连续性 对吧 剩下这都叫丧失连续性 对吧 这是我们的这个题 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褶皱 比如说你看过这个照片褶皱 这是没有断开的 像这个地方没有断开的 那你就知道这是 不管它受什么力啊 不管它受什么力 那么它都是未丧失连续性 所以说呢 自然这三个就都被淘汰 所以说我们在做题的 有的时候可以凭我们的感觉做题 能记住最好 但是没有记住 像这道题 这三个题 我们怎么办 对吧 一看这都是叫丧失连续构造 好了 后半句 这是至少我们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我们至少知道是一致的 这个是不一致的 然后就剩下就是各种力了 对吧 那么构造力这个是一个比较宏大的词儿 而这个水平挤压这个还有可能 因为它是可能的 因为我们前面给大家说过 说我们这个力是什么 水平挤压力 但是呢 也可以是什么 吹直力和力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不是受构造力的强烈作用 这样的话 我们实际上通过判断 只有所谓的这个 C 就这个C和这个A 有可能是对的 这俩都不太是对的 对吧 因为我们这有水平挤压力 而我们前面也有说受构造力 相对来说这俩可能是对的 但是在分析说 构造力是一个宏大的词儿 它包括了所谓的挤压力啊 什么这个力啊 那个力啊 是吧 所以说那如果是这么说的话 那么B和C实际上没有区别 因为构造力的词比较大 对吧 所以说那我们这俩既然没有区别 那我们正确答案只有一个 对不对 所以说那只能是他 即便是你没怎么学过 你大概也能知道 这是他 所以说有的时候出这个题目 我们真的 比如说他的定义 我们真的没背过 但是在我们上课中有这个印象 对吧 所以说那我们就可以选出来 好 褶皱对构造的影响 这个地方堪称为所谓的五星级 我们经常在这考 下明年我把这个我的课件 干脆给它标上星级 因为这个课件里面 有些东西上了解的 有些东西实际上必须背的 像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必须背的 因为可能这两年没考 但是不在在历史上考过很多次 这样的点 我们叫做横重点 对吧 现在这个词经常有编出来个新词 对吧 叫横重点 实际上这个横重点这个词 倒说的对 它永远是重点 那么我们所谓的这个横重点 咱们再看是这个对地基 不管背鞋向鞋 在褶皱的异步遇到的 基本都是单鞋构造 咱们说了 有水平构造 有单鞋构造 对吧 那么一般对建筑的地基 没有什么不良影响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异步遇到的单鞋构造 相对来说影响不大 对于地基 就是建筑的地基来说 稳定 背鞋构造相对稳定 所以说没有什么太大不良影响 但是并不是没有不良影响 就一般说没有不良影响 实际上我们在后边学 如果你学个好的通知 想想 我们在后边学 说如果是单鞋构造 可能会遇到什么 承压水 对吧 在单鞋构造里边 容易遇到的是承压水 所以说呢 那并不是说一点没有影响的 那么我们对于所谓的路基 或者是随道的走向 这就有影响 那么这个有影响在哪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对深路嵌和高边坡 这里边呢 我们有和随道 对吧 和随道 那么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 对于深路嵌 高边什么叫路嵌 凹进凹到地面以下的 叫路嵌 在地面以上的叫路嵌 这个咱们在 在在在前边 或者在第二掌 在第二掌 他有了说法 就是说 你是凹于地面上的 这叫路嵌 高于高于地面上的 这叫路基 对吧 那么我们路嵌 实际上就是深 还且还是深路嵌 那实际上就是比较深的 两边 可能这边山坡比较高 比如这边也是个山坡 这边也是个山坡 对他来说 那就算是个路嵌 那么我们或者是高边坡 或者是深路嵌 或者是高边坡 那么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有利 不利 最不利 分这三个档次 有利 说线路垂直沿层走向 什么叫走向 想想什么叫走向 就是山坡的空间发展方向 对吧 或者线路 或者线路与他平行 而沿层倾向 与边坡倾向 相反对路基边坡的稳定 那么是有利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也就是说如果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 修一个公路 这显然这是个 所谓的这个 边坡 也就是我们单斜构造 这皱的一部分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儿 修一个边坡的时候 大家可以修个道路的时候 是平行这个边坡的 这个斜的这个走 就是说跟它走向一致 因为我们这个叫走向嘛 对吧 咱们前面还记得吧 咱们说走向 就是山脉的整个走向 对吧 那么我们平行走向 对它不太有利 为什么不太有利啊 大家可以这么想 第一 山坡可能会滑坡 你需要处理这个面太多 从造价安全的这个角度 我们都不好 你比如说我们这儿 这个10公里 那你这10公里的边坡 你都要修 对吧 你都要去支护 所以说呢 造价比较高 安全性低 这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平行 这个轴线 那么我们 还有一个干什么 垂直 从这儿过 对吧 要么平行 要么垂直 对吧 你平行一下30公里 一个山脉 一下都几十公里 是上百公里 对吧 那你这些东西都得 全得支护 全得做 那如果你要是从这儿 把它过了呢 一个山脉的总厚度 总宽度 不会很高 几公里 或者十几公里 就行了 对吧 就横穿这个山 所以说对我们来说 我们只需要修这一段 比如说生理 我们就需要这生理 我们进行加固 而且一般从这个断面上 切下来的话 它的这个往这边 滑坡的可能性 基本上没有 大多数可能就崩塌 我们处理好 这个地方局部处理 OK 所以说我们这儿有一个 什么说法叫做 叫做垂直走向 这是好的 或者平行 但沿层倾向 相反 沿层倾向相反 我们看一下 前面咱们说的 我们这个坡 坡是这个坡 对吧 但是这里面的沿层 是这样的 我们叫逆向 什么叫 什么叫倾向 倾向是水平指向 还记得吧 咱们前面说过 叫水平指向 这个土如果滑坡 是往这边滑 对吧 所以说它的倾向 是水平指向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坡 它的水平指向 实际上是这个 就是说反向 叫逆向坡 有时候叫反向坡 逆向坡 而这个呢 我们看一下 坡的倾向是这个 可是这个土的倾向 是不是也是这个 这叫顺向坡 一个叫逆向坡 一个叫顺向坡 对吧 那显然对于逆向坡来说 相对来说要稳定 对吧 为什么 大家看这个 比如说 这是我们的一个边坡 高边坡 高边坡 然后这个边坡的 天然的边坡是这样 我们假设 有一块大石板 我们经常说了 100米乘100米一个大石板 这么一大块石板 然后这一块石板 水平的放在这 它本身就是个水平的 在这放 那么大家想想 如果这个坡 要是向下滑的时候 它是不是 助纣为孽 对吧 它也就往下滑 它本身压力都大 对吧 所以说呢 零 这等于说 青角是零 对吧 我们是什么叫青角 和水平的夹角 对吧 还是锐角 还是锐角 所以说 那么我们这儿是零 如果我们把这个石头 比如说这块石头 再假设 是这样放的 它是个斜的 那这时候我们知道 边坡的倾向是这个 那石头 这个石头 是不是也是倾向是这个 这块石头 还是100米乘100米一块大石头 对吧 比如说厚一米 宽 长 都是100米 那这一块石头 是不是自己都往下滑 你不用 你都不用那个土来管它 它自己都往下吐 所以说 对于我们来说 这是不利的 对吧 这是很容易就会滑坡下来的东西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石头 再假设一下 是这个样呢 如果是这样 大家想想 比如说或者说是在这 立了一块石头 是不是有点像 挡土墙啊 对吧 就有点像挡土墙了 那实际上对于我们 这边上边滑坡 这边上边 这边还支着它 实际上 它就不容易 整个边坡是容易稳定的 不容易滑坡 对吧 那如果我们再把它转一个方向 转成这个样 这叫逆向坡了吧 这叫逆向坡 好了 那么这个叫逆向坡的时候 大家想想 是不是相当于我们 比如说我们做那个 什么装啊 什么土钉墙啊 什么的 是都是垂直这个斜面做的吧 对吧 实际上对我们的整体稳定性都能提高 对吧 对我们边坡整体稳定性都能提高 啊 然后呢 那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找出规律来 如果是水平的 这是零度 这块石头啊 这块岩层啊 它是零度 这个呢 小啊 比如说边坡是这个 它是这个 就跟这个一样 是不是这块石头就容易突露出来 对吧 啊 如果我们的这个 这块石头再大一点 再大一点 再大 大到垂直 由这儿到这儿 是不是由小到大 这个角度 大家是不是有个这个道理 叫做 这儿是不安全 这儿不安全 这儿也不安全 但是到了这儿就安全了 如果再大 再大是不是就成逆向坡了 对吧 就更安全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是什么 这个岩层 倾角越大越好 对吧 如果大到90度以后 那就成了反向 叫逆向坡 那么这个逆向坡就更稳定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我们重在理解 不要四肌硬背 逆向坡 顺向坡 倾角越大越好 沿层倾角 边坡倾角 俩相比 沿层倾角越大越好 对吧 一直大到逆向坡 更好 对吧 这是我们这一部分内容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地方 说我们平行走向 平行 平行本身不利 对吧 但是沿层倾向与边坡倾向相反 对稳定来说是有利的 也就跟刚才咱们说 你平行没关系 但是这边的沿层是这样的 逆向坡 对吧 那你比如说我们整个的山坡是这样 那么我们这有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道路 这个叫路线 那你这样 它也是稳定的 这个边坡一般不会往这塌 所以说呢 我们这也是稳定的 是有利的 不利的 不利的情况是平行 刚才说吹直好 或者说我们这样说 给它标上 一吹直好 第二 平行倾向相反好 这两个叫有利 那不利的是什么 跟它翻过来 平行 平行本来不好 我们之所以好 是因为这有一个倾向相反 对吧 那现在这呢 说倾向一致 这就不利 对吧 如这些什么片盐啊 什么千枚盐啊 这类松散或成片 特别容易发生一些风化波时 产生崩塌 那么对于我们边坡排水 整个的对我们路级都有 都有问题 这个里边我们理解一下 主要只是松散或分层 是容易出问题的 那么最不利 实际上我们往往考不考 这个也不考这个 我们最多考的最多的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 最不利是什么 说线路和它平行 这是不利的 咱们刚才说了 这是不利的 而且倾向一致 这个也不利吧 有这个有利到不利 有倾向相反 有利到这的是不利 到这最不利 最不利是什么 沿层倾向与边坡倾向一致 这是这个不利 然后下边 边坡倾角大于沿层倾角 刚才咱们说了 沿层倾角越大 越稳定 对吧 那你现在是什么呀 沿层倾角比边坡倾角 还要小 我们到后边啊 第四节 还有一个地说的更好玩 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我们沿层倾角 大于边坡倾角 在这 沿层倾角大于边坡倾角 是有利的 但是如果沿层倾角 小于边坡倾角 是不利的 实际上就来回折腾这两句话 实际上大家说的道理 是一个道理 就咱们刚才画了个图 这叫有利不利最不利 实际上我们考最不利的比较多 其次是有利 其次是有利 所以说这两个地方 我们要理解 不要自己 直接死尽背 对于隧道工程来说 我们不利 不利是什么 轴部是倾斜方向发生变化 各种硬力比较集中 容易遇到问题 对吧 主要是破碎而产生的 沿层倾角 硬性问题和轴部的地下水分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对吧 我们说如果在这 这是核心 对吧 各种挤压 力比较复杂 比较大 硬力比较大 你从这挖一隧道过来 这就可能会断落 对吧 就崩塌 那么我们这呢 这在这可以吗 也是轴部 对吧 这也是轴部 这也是轴部 但是这呢 有问题是什么 容易游到地下水 也就这边有水 这边有水渗进来 在这就容易游地下水 所以说 在这个两个轴部 注意 在这个核部 和在这个的轴部 实际上都不利 都不利 那它不利 我们来看一下 都不利的话 遇到各种各样地质问题 那什么叫有利啊 一般从异部通过 是比较有利的 就这一句话 我们考了好多次 待会我们来看这个题 所谓的异部 就是在这 我们在这挖隧道 在这挖隧道 这都是有利的 对吧 对我们来隧道来说 在这是有利的 这是我们所谓的 有利和不利 这几个概念 深路线高边坡 有利和最不利 要记住 然后呢 这个隧道工程 我们实际上就记住 这一个就行了 就是有利 从异部通过 而且我们到后边 还说了 就是隧道工程 也有一个 对于我们的 这个沿 这个沿层破碎带啊 什么的 能远离就远离 实在不行 它就横穿 对吧 那就横穿 那跟这个道理 跟刚才这个道理一样 对吧 那这有破碎带啊 或者什么地区比较复杂 你能远离最好 不能远离横穿 最好 对吧 必须隔着过 横穿最好 而不好的是什么 平行 平行 各种各样的事都有 所以说这个能理解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部分 咱们一直在这唠叨半天了 那这部分都考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2011年考的 在有褶皱地方 进行随道设计时 选线 应该干什么 沿着它的 尽可能沿着肘部 啊 那么咱们刚才说了 你背鞋也好 向鞋也好 肘部实际上都不好 这是我们的肘部 对吧 都不好 然后第二 尽可能沿着肘的翼部 哎 在这好 这是翼部 对吧 第三 尽可能沿着肘构构 到向鞋肘部 尽可能沿着这个 这个叫背鞋合部 那实际上还都是 这个和这个ACB 都是要过肘部 对吧 都是要过肘部 而只有一个是在异部 而我们刚才说了 就这一句话 咱们刚才说 就这句话 随道从异部通过 较有力 对吧 所以说 那么我们答案就是 B 随道从异部通过 这是2011年的一个题 2014年的题 随道应尽量避开 和部 两侧 走向垂直 这个与裂缝垂直 尽量避开什么 对吧 因为我们说了 你对于我们这个 向鞋也好 背鞋也好 我们都是在肘部 会出问题 对吧 而在异部相对较好 至于说是垂直 我们刚才说了 能垂直尽量垂直 不要平行 因为平行起来 造价太高 而我们平行的垂直 只是做局部处理 所以说 那我们要避开什么 避开所谓和部 对吧 我们避开和部 大家看这两道题啊 就是14年和11年的考题 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是不是感觉这两道题 实际上的考点 是一个考点 对吧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 大家要做历年考题 要去把历年考题 设计的点 把它 左右上下 给它 给它 再扩展一点 对吧 再扩展一点 这样的话 你把它的这个知识点扩展 比如说你如果认认真正的 把2011年的这个地方 好好分析了一下 认真做了 认真学了 都能明白了 14年题是白送了吧 对吧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说后边18年考题 随道选线应优先选在 两侧 和部 和部 断层带 显然断层带肯定这块 好挖倒是 对吧 但是有一样 就是挖了就塌 挖了就塌 永远挖不完 对吧 所以说那剩下这两个 和部 轴部 甭管那是和部 还是轴部 这俩肯定不行 我们必须在哪 一步 在褶皱的两侧 对吧 褶皱的两侧 我们就叫一步 这叫一步 这叫一步 对吧 哎 这叫一步 实际上大家看 2011年 2014年 2018年 三年考题 是不是一个点 对吧 只不过是隔了两三年以后再考 隔了两三年以后再考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 但是我们也有去年考过了 今年还考 并不是说那我们去年考的题不看了 我们只看前三年以前的题吧 也不是 后边你会有发现 我们在有一些热点上面 实际上是年年考的 好了 我们再来再来看这个啊 断层构造啊 说我们有断裂构造啊 那么我们又又分为裂锡和断层两部分 那么裂锡又称为结粒 是存在于掩体中的裂缝啊 然后呢 它也是所谓断开了啊 然后呢 小型断裂构造啊 指标一般用裂锡率来表示 知道一下这个词啊 裂锡率来表示啊 只是说这个裂锡率是个什么东西 你看一遍就行了 反正总之叫裂锡率越大 它的裂锡也发育啊 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词 那么我们裂锡发育程度是什么呀 有这么几个状态 裂锡发育 脚发育 那么对 比如说不发育 对我们工程就没什么 什么叫发育啊 就是少啊 不就是多而且长 继续发育 就跟人家小孩一样 这个发育良好 什么叫发育良好 就是这个长得不错 这孩子越来个儿越高 身体越来健康 对吧 就叫发育 对吧 那么我们不发育呢 那就是不长个儿 对吧 那对我们这裂锡不发育 就意味着什么 没多少裂锡 裂锡少 它的表特征是什么呀 说没几个裂锡 而且规则 是吧 间隔还大 一米以上 啊 一米以上呢 你可以十米一个 对吧 多为封闭裂锡 切成巨块状 大块石头 啊 因为这一百米一个 对吧 你想想那那那大块石头 那多大根 所以说相对来说 对地基基础就没什么影响 对吧 而且不含水的时候 那么对盐体稳定性 也没什么大影响 那么为什么要不含水呢 因为一旦有水 只要有裂锡 就得看这个裂锡 它的这个简单来说 就石头的两边 这是缝 结合怎么样 对吧 虽然说我们裂锡少 但是他们俩结合不好 而且倾斜 一旦没水 可能还互相压着 还没事 对吧 靠摩擦里还能撑着 一旦有水 马上滑动 对吧 所以说这要是要求是 没有水 啊 这时候问题性 影响不大 那脚发育 哎 就多了 对吧 那么间距也小了 对吧 不是一米以上了 对吧 哎 这时候我们对基础影响 还不太大 啊 这不太 就是影响不大 这个是不影响 显然不发育是最好的 脚发育就不太好 对吧 就影响不大 但是有影响啊 那么对其他工程 可能影响会大一点 那就看具体的工程了 一般来说 这个我们叫巨星块 啊 然后呢 再往下 这个地方 记一下 裂隙发育 啊 什么叫裂隙发育 三足以上不规则 构造风化性为主 小于0.4米 大部分为张开性裂隙 啊 然后呢 就被小块 这时候注意 对建筑产生很大影响 啊 我们曾经考过 对建筑产生很大影响 是哪一个 是裂隙发育 那裂隙很发育 简单来说 是一堆碎石头 对吧 那就呈严重影响了 你说 你的底下 还是全是一堆 裂的杂乱无章的碎石头 啊 那他特别容易崩塌 特别容易出事 对吧 所以说 那么我们 要记住 尤其记住这个裂隙发育 叫做很大影响 而裂隙很发育 当然就严重 那再往他 再少一点 就是影响不大 对吧 这样我们就记住 这个好点 而且最好能把这个 所谓的裂隙发育的 这个特征啊 来来记一下 你不用特别去背他这些树什么的 不用特别背 但是最好你有个印象啊 这样我们所谓的裂隙 那么裂隙还有呢 几个说法 叫封闭裂隙 我们小一毫米 就一个小份 是吧 微张裂隙啊 一到三毫米 然后张开裂隙 三到五毫米 宽张裂隙 更大 知道这几个名词 了解一下 有这个词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个题目啊 对建筑可能产生很大影响的是什么 是吧 是发育 还是脚发育 这个地方我们 注意这是一个考点啊 那么根据裂隙的成因 我们又分为构造裂隙 非构造裂隙 一般来说构造裂隙 就是由于地壳运动 造成的 有一定的规律性 而非构造裂隙呢 一般都是风化造成的 它是表 而且是都在表面上 所以说我们这书上说了 也没有什么规律性 也没什么意思 但是这个地方是有考点的 就是说 我们有构造裂隙 又分为张性裂隙和牛肩性裂隙 张性裂隙主要发生在背斜和向斜的轴部 啊 那么这个轴部 我们刚才说了 这也叫轴部 这也叫轴部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是一块 石头的话 通过构造一挤压 这个地方就会裂 对吧 因为它是往两边的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容易裂啊 这两个地方也容易裂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我们叫做什么 张开的背 拉底 拉开了 我们叫做在背斜和向斜的轴部 它们的特点是 脚宽 面粗糙 一般少有擦痕 也就一块石头一旦崩开了以后 它可能再也不见面了 对吧 所以说它没有机会去摩擦 啊 这样我们延延伸都不是很远 啊 因为它中间也有别的列席 把它切开了 而牛碱性列席 在褶皱的翼部和断层附近 啊 那么在褶皱的翼部 实际上就在这个地方 对吧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叫翼部 或者是断层的附近 那么它是什么 平直壁和分析 刚才咱们说了 哎 分比较小 分壁密 走向稳定 延伸长 关键问题是藏有擦痕啊 为什么扭剪吧 大家想扭剪 只要互相拧着 对吧 所以说呢 它往往有擦痕 扭剪列席 往往形成一些 所谓的扭裂带 切成所谓板状啊 X状啊 切成零形块体啊 这一类的啊 这就是形状比较复杂 而所谓的张性列席 跟它不一样 对吧 他们这个出现在哪 考过两次 那么他们的特点 大家要注意 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 列席啊 还有个列席就有利和不利 啊 这个都能理解 有利吗 那有利开发 你破成都碎石头 对吧 那铁销就能挖了 对吧 但是你要是 整块整块的 那叼车的叼也不 叼不动 对吧 这个都能理解 然后不利的是 强度稳定不利 有列席越多 强度稳定也不利 啊 然后列席发育方向和线路走向平行 就咱们想象线路走向平行 是吧 就跟那个 咱刚才说那个山脉一样 对吧 那么倾向什么 边坡一致 大家想倾向边坡一致 也就是说我们倾向一致 咱们刚才说了不利 平行 而且一致 所以说不利 不利干什么 不管场状如何都容易崩塌 这个跟刚才咱们说的是道理是一样的吧 对吧 道理一样啊 然后再往下 如果有列席是有力开挖的 但是不利于爆破 你一爆破以后呢 震动波爆破 我们是靠挤压力和震动波 对吧 结果呢 就被中间的缝都给吸引了 吸收了 所以说它就没有 就是影响爆破作业 好了 我们15年考的就是掩体张性列系主要发生在哪 这是我们15年考的张性列系 刚才我们说了 它必须是张开的 对吧 所以说那就这边一块 这边一块 这样的话我们叫张开的 所以说它应该是在哪 肘部 对吧 在我们向斜 背斜 都得在哪 肘部 刚才看那个 我看这个图 对吧 都是在肘部 向斜背斜都是在肘部 它才容易崩塌 所以说这道题呢 看完就想通了 就是比较容易明白了 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呀 这几年的考题 就是原来我们考的考的很浅显的东西 这几年考的是什么 这个原理的应用 而不是说知识表面的东西 而是在眼里应用 你原理想明白了 哎 这道题 你就很容易拿到分 如果原理不明白 你知识背 有时候会容易出事 我可以在现在看完 我可以在这一段时间看完 我可以在这一段时间看完 我可以在这一段时间看完